而您知道吗 其实使用二手物品也是一种环保的方式 那么洗衣店没有人领取的衣服要怎么处理 像是高雄市的洗衣工会就举办了这一场意卖活动 把没有人领的二手衣现场进行大拍卖 我们立刻请高慕柔来掌握目前最新的情况 所以主播现在带您来到高雄市的议会 现在真的是热闹滚滚 因为在中庭举办了一场二手衣的特卖活动 高雄市的洗衣工会把超过半年没有人领取的衣服进行地价的大拍卖 原本是价好几万块的衣服衣衬衫或者是西装 现在都在一折以下 甚至只要花30块就可以买回一件衬衫 让现场的民众真的是大呼太划算了 不少的婆婆妈妈是呼朋引拜一人挑衣服一人拿衣服 你到现场去一定要挑到最便宜的 我们看到他们手上这都拿了好多件 那现场是地上散乱的非常多的衣架 那每个人手上都抱了一大碟的衣服 那现场真的是人非常的多 那高雄市工会的理事长是表示呢 这个意卖的所得是全数捐给慈善机构 那原本的洗衣店的老板都积了非常多的衣服 非常的头痛 那其实这个意卖的活动呢 还可以回馈给社会是一举数的 那这个特卖活动呢是举行三天 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 所以想抢便宜的宝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镜头交还给婆婆主 好我们看到二手的衣服一直卖 像衬衫一件只要30块钱 难怪吸引了很多民众来这个地方抢购